就是在您 去日本前的那个晚上 有人在大街上 伏击了云子小姐 我从您这儿出来 正好路过 那个人 很像是她 我想起来了 那天晚上银子回来 是显得很康里的 可她没有提背腹肌的事 您让我派人守在这儿 这几天 她基本都在家 围起过司令部 除了上街买菜 就去过一次 虹口的冲光塘 还是办法的时候去的 而且很快就出来了 冲光塘 对 有消传的消息了吗 没有 这个人 就跟石沉大海似的 还有董监飞的几个手下 也都没了踪影 红狗日本海军陆战队 去查过了 去了 海军陆战队已经换防了 听说调去了台湾 那里先都乱糟糟的 谁还顾得上谁啊 你说的有道理 通常银行被截的那些金条 你都藏在哪儿了 还在上海 海军 这件事 我算是把天捅漏了 南京的汪主席周佛海 都急红了眼 听说连日本都震动了 滕天司令下令 限期破案 现在是全程都在追查 没办法 我只能把他藏在 法族界的一间仓库里 太军 现在您回来了 您可不能 不能让我做第二个无私宝啊 你看你看 有我跟你撑腰 你怕什么 有你这句话 我放心了 你回去告诉毛范医官 我明天上午提升冬奸飞 让他也参加 知道了 请问他 我提醒了 请问你 部队 请问他 是要带来的 要做什么 但是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你做了什么梦 我梦见了您 就像在东京第一次见到您 您牵着我的手 在花园里走 给我讲故事 逗我开心 后来花园里飞进来了一只鸟 咕 咕 叫得好凄凉 原来是一只不姑娘 我就醒了 你错了 那不是不姑娘 你说的那是鸽子 鸽子才能叫的 原来 你真的在我的梦里 你见到那只鸽子了吗 我曾经跟你做过一样的梦 可我梦见的是一只公鸽子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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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错了 我梦见的是母的 咕 咕 母鸽子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就找了一家 我当时真的怀疑 你是白鸽 记得 不过 咱们俩扯平了 我也怀疑过你 敌人 真狡猾 一个旧车里 放了 三个鱼钩 是啊 啊 敌人就在 我们内部 老鸽 老翠 李饼 衣脸 还有帽转 那么多好同志 你个个都牺牲了 牟爪 他会出卖我们吗 啊 不 他不会 我要 那 有句话 不知 该不敢烦你 你 你 你问吧 你还 相信四哥吗 我 相信 我相信他 你 是吗 你 哪 是吗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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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可是 他为什么要怀疑我 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跟你说 四哥 有他的苦衷 你能告诉我 谁是白鸽吗 你都问了很多遍了 别再问了 哪里知道 谁是赌鸽吗 我觉得 我觉得 他是中村公寓 你说 你说是谁 谁是赌鸽 中村公 中村公 他不是 我和他接触过 他不是赌鸽 赌鸽的渡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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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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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左 什么 英左 是 是 是 接着他 老罗 你还好吗 别睡着了 你 你别睡着了 我问你 你是哪儿的人 你结过婚吗 我是这家宁波人 宁波人好 到老婆了没有 我 我有老婆 我 我 我还有一个女儿 我 我 你的女儿 一定很漂亮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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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在地下室的时候 她已经饿得没有呼吸了 我们连夜把她送到这儿来抢救 今天早上你叫醒来 她整个人就像傻了一样 谁也不认识了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钟总军 没想到吧 隔了一夜 我们又见面了 我昨天晚上是最后一班运输机 你是怎么来的 做战斗机来的 还真的差点让你说对了 今天丁晨 我搭了一架轰炸机来的 这一次 军部队上海发生的抢劫案十分重视 因此 特命英左将军 为特使来协助破案 这是昨天晚上才做出的决定 所以英左军没能赶上你那班飞机 军部真是高效啊 用争分多秒来形容 一点都不过分 当然 尤其是现在这种局势 万一分钟 我们都会铸成大错 你这话是冲着我说的 钟孙军 你不要误会了 我非常了解你们之前在东京发生的事情 赢左军来是为了督到银行结案的侦破任务 你还继续负责查出杜鹃的真面目 还有 我在想 云子是不是 没必要再当家庭主妇了 你觉得呢 他在家里从来也没闲着 我没有意见 就让他配合英左军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 小船 我是云子 你还认得我吗 你还认得我吗 我救了你还记得吗 想知道白哥的秘密吗 是 或是 我们她的坑所 是 你还认得我 你要练习 不是 你还认得我 你是イyum 才认得我 好 没有 我 疯了 就怕是在装疯吧 那这个女人怎么出镇 是把她杀了 还是关进监狱 严加看守这里 不准让她与外人接触 也不许透露任何风声 尤其是对中村主任 如果有人知道她在这里 你的脑袋就不在了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是 老太 你对中村公娶了日本 昨天晚上又赶回来这件事 怎么看 我也得到一个情报 我日本正在全力搜捕一个 和共产国际谍报暗影关的人 这个人叫武田 也是一个情报官 中村用到日本 肯定和这个人有关 他刚从东京回来 这个日本军部的人就赶了过来 我估计他很有可能是为了获取 日本战略情报 而冒死去的东京 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一个人本来就身处闲境 如果没有对党的忠诚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智慧和弹量 他很可能已经耽误了全部的秘密 他会很快和我们联络的 在他回来之前 他乍点枪毙冻建飞 这就是个信号 他在试探他 而真正及时赶到 把董建飞从枪口下救出来的 是宪兵司令藤田和石川云子 董建飞被捕 萧缠有消息吗 有了 他和洛长发被关在冲光堂的地下室 中村公虽然想尽了办法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果 老台 你怎么不说话 陛下 董建飞到上海以后 老郭先生的人就一个一个都牺牲了 就剩了一个萧船 而我们以前怀疑萧船就是白鸽 如果真是白鸽 那么他此时失踪就太没道理了 现在看来 这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大圈套 谁也看不出来白鸽是这样的人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中村公有可能上他的当 不会 中村公是很激进的 他不会轻易上当的 他披着那样的伪装 又是个决定聪明的人 中村公再警觉 他也是个凡人哪 中村公 自从我放了梁子以后 他就失踪了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昨天在东京发生了一起车火 京都警察局的一辆卡车 和一辆小汽车相撞 掉进了河里 小汽车的施主 指认了肇事车 说是一个女人 劫持了这辆车 这个女人就是梁子 对吗 我已经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了 前天在京都的本能寺 发生了一起枪战 有个浪人被打死了 京都警察局 把这个浪人的尸体送往东京 在路上就发生了这起车祸 中村君 你觉着是不是太巧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这是觉着好奇 不过我实话告诉你 军部现在已经开始调查 这起车祸了 我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到时候我第一个通知你 你不用拿话套我 我对东京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 赢左的突然出现 中村公就知道来者不善 而且他敏感地捕捉到 日本军部因为武田事件的发生 对他的态度也有了极大的转变 中村公深深地意识到 自己的身边已是危机四伏 而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 靠近格 我看这个女人是疯了 留她有什么用 毙了算了 我看不像真疯了 是不是撞的 是你啊 天气这么冷 快多穿点 多穿点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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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不是疯了 一试就知道 吃 弄会儿悉尼来 看她吃不吃 吃啊吃 这一次你重新回到上海 似乎志在必得 是不是有什么上方宝剑呢 我不需要宝剑 我只需要信念和运气 司令 中村宫从东京回来之后 你发现他有什么变化吗 就这两天 他可苍老了不少啊 他身上有祸 他要出祸了 他开始着急了 我已经切断了 和在上海的一切联系 我的运气就要来了 你打算趁他送情报 将他人赃俱祸 他和他那个该死的情报 还有他那个该死的微笑 我都要 英左君 其实我很替你担心 即使你从东京回来 你对中村宫的情况 并不知道得更多 然而你的斗志却更高了 这其中是否有什么秘密 司令 在我四十岁之前 我只为一件事而活着 那就是抓住 最大的间谍中村宫 在我四十岁之后 我会因为这件事而活得更好 这是我的信念 我不缺少智慧 也不缺少力量 我只需要运气 上海的情况 随着中村宫从日本回来 变得越加紧张 他和党还是接不上头 可在我们这边 情形却更加恶劣 什么东西 放宽 入宫 火锅 入宫 入宫 通宫 要 在哪里 走 在迁堂 入宫 到 入宫 太監 您回来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您进了办公室 我就过来敲门了 这封信是你放在这儿的 是 您还记得吗 我还送了一幅同样的字给您 八个 那幅字 你不是送给盈佐了吗 你敢戏弄我 太監 是 我是中村公 给我接藤天司令 他不在 我刚刚从他办公室出来 他就不在了 我要提神董建飞 请他一并参加 对 就这样 中村主任 你在干什么呢 这个录音机有一点毛病 我给他修理一下 在修录音机 那你把袋子倒回去 放给我听听 可是他坏了 在我办公室隔壁的房间修理录音机 把根 连变个瞎话都不会 你是在监听我对吧 不是 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正在准人家误会了 我 我告诉你 有句话叫做事不过三 我警告你 要是再有下一次 我就不管你是谁了 莫 带着他去我的办公室 把窃听替卸下来 交给藤田司令 是 办完了这件事情 把董建飞提到审讯室 我在那儿等着 是 我明白 老师 腾田司令打电话叫我来 我就来了 你直接从家里来的 是 我把菜买回家就来了 今天是个大晴天 你就是买菜 也不能买了一角泥啊 你就是买菜 只有冲光堂的花园里 才会忍 你是去那儿的 老师 您看出来了 是 我是去哪里了 萧船死了 死了 我也瞒不过您了 在抓董建飞的当天 特高科就抓到了他 还有他的同伙 都秘密关押在 崇光堂的地下室里 没有给他水和吃的 没想到就饿死了 他的尸体呢 他的尸体呢 特高科的人说 把他的尸体扔进了萧村池 我早上赶过去的时候 也没有见到尸体 不过 他的同伙罗长发还在 我把他押到监狱来了 您随时可以审他 我把他押到监狱了 干得好啊 好一个杀人灭口 你把我当傻瓜了 你把他押到监狱了 老师 对不起 好可以 将军 没想到 我这么快 又回到上海了 说实话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刚离开上海的时候 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个花园 我一回到东京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修一个 和这里一模一样的花园 可是没想到刚改好 我又离开了 您的意思是 您自己喜欢鲜花 却和它没缘分 我不喜欢鲜花 我只喜欢花园 有什么区别吗 云子你看 我的鲜花在我的调教下 是不是显得恐武有力 像个威武的战士 您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您真是个很奇怪的人 以前很多的事情 我不跟你计较 包括在关键的时刻 在我背后捅上一刀的事情 您当然不应该跟我计较 您让我跟最喜欢的老师 住在一起 让我监视他 不也是为了让我在背后捅他一刀吗 我的内心没有愧疚 我认为您就更不会计较了 云子 你好像有些改变 不是我改变 是您对上海的花园有些陌生了 您好像也和忠宗公一样 也开始不喜欢我了 不过没关系 我不需要你喜欢 只需要你服从 这次我回到上海 我希望您比以前任何时候 都要更加地服从我 因为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 是您让我成为家庭主妇 我需要调整 没有时间调整 他从东京回来以后 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没有 他什么都没说 他不说 你就不会问问他 他既然能从日本回来 说明他到目前还是清白的 他有没有跟你提到一个女人 女人 是的 他这次回到东京 几乎是每分钟每秒钟 都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老师 娘子 她曾提到过一个女人的名字 她差点把我当成那个女人了 什么名字 梁子 你知道这人吗 易老君 你来得正好 我们在车祸发生的夏普桥 捞起了一具尸体 是什么尸体 男尸还是女尸 是一具女尸 请跟我来 就是这具 是梁子 快发电报到上海给营佐将军 说梁子尸体找到了 没错 是他 就是他抢了汽车 制造了车祸 是 梁子是谁 你给我彻底调查这个女人的身份 是 这样看来中村宫要完蛋了 他哪儿也别想再逃了 将军 你是想告诉我 老师爱上了一个女人是不是 我对她的情史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 只是她假接她的爱 利用这个女人为她干的那些事情 你觉得我会信吗 你不必相信 只需要服从 武田将军 原来是我的上级 因为涉嫌东京的共产国际谍报案 而畏罪自杀了 梁子 在爱上中村宫之前 就是武田的亲人 我抓了她 我抓了她 又放了她 武田将军自杀 你们在上海知道吗 我是今天早上看报才知道的 国内新闻到上海通常还要晚几天 有人前天冒充文部省的官员 去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图书馆 是一男一女 他们查阅了原始物语的资料 我当时就怀疑是中村公 我让守卫去辨认她 可是没有认出来 刚才我跟你在谈梁子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当初犯了一个错误 我应该让守卫去辨认梁子的照片 只要守卫认出梁子 中村公就现行了 将军 我没懂你的意思 梁子是个武女 这种女人 怎么可能到帝国最高学府的图书馆去呢 这还不说明问题吧 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呢 一个武女不应该去图书馆看书 还是你怀疑老师和这些罪行有关系 将军 您对老师的追查一直到现在 还是停留在原处 并没有任何的推进 而我呢 我越来越有把握 我的老师是一个清白的帝国军人 我说过 你只需要服从 这个我明白 如果你的证据确凿 我可以举枪杀死老师 但是如果证据还是这些 而将军非要逼着我服从 我宁肯死在帝国的战场上 报回当局 东京电报 我们在金殿赌场抓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手上的金条 很有可能 跟咱们的银行建案有关 走吧 云子 责步 隆子小姐 莫 是谁要提审的 是中尊太军 他要亲自审问邸简飞 去吧 太君 冬天飞调到 把他带进来 上 坐下吧 你们出去吧 快 董建飞 我当年在府顺车上里把你给围了 你是绝没有机会逃走的 可你还是逃走了 后来我想明白了 是有人在暗中帮助你 对不对 可你不觉得你很愚蠢吗 府顺的冬天很冷 你把我包围在候车室里 你不知道候车室是靠生火炉取暖的 而且里面有烟道 有道理 我第一次在自华店里见到你 你并不认识我 可是你见到我就逃走 是我旁边的人在暗示你 你是个大特务头子 别人不认识你 难道我能不认识你吗 可是你就近在咫尺 我们的子弹却打不中你 这不奇怪了吗 你们是怕误伤了我旁边的人 如果伤了那个人 对你们的损失会更大 在仙乐舞厅里你被包围了 可你让你的手下在前面 为你挡子弹 还有劫球车 你把手下支在前面 你不知道这很危险吗 共产党人有这样的吗 我就奇怪了 捷球车 你也没去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 把手下支到前面去了 洋铁是我们撒下去的鱼钩 我想你之前不会不认识他们 上海地下组织 从来都是单线联系 互不认识 行了 你别再用花套了 你们设计了一个冒名顶替的阴谋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假洋铁 已经被我处决了 我就要问到萧船了 他的死是你陷害的吧 萧船死了 萧船死了 色说 萧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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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蛇死了 萧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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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疾死了》 你不吃啊 吃 不给你们吃 你在仙乐舞厅被包围 你脱险了 在静安寺教堂你又脱险了 在春光车行被包围 你还是脱险了 还有电车厂 美琪咖啡厅 难道你是神仙 难道每个地方 都有个出风口吗 你想说什么 直说好 这些都是萧传所做不到的 好了 看来有必要 咱们要握个手 好 那你辛苦了 什么意思 你少在我面前装 你就是白鸽 吴四宝私以前 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了 我们就别兜圈子了 吴四宝是个什么东西 我要是白鸽的话 我第一个出卖的就是杜鹃 以至于 我们都这么大圈子 中村泰军 我觉得董建飞说得有道理 他从新四军过来 和上海的组织 没有关系 实话告诉你了 上海地下组织破坏以后 新四军正部长派我来上海 首要目的是除监 内监不除 其他什么事都办不成 你说的其他的事 是什么 是一首诗 蜀国曾闻紫鬼鸟 宣承又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长一段 三春三月一三八 这是你们的街头暗号 不错 在齐青庄我也留下这处诗 你应该知道 你们的 你好大的胆子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我的审讯室 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你已经杀过我一次 我还怕再来一次 我还真的不怕死 怕死就不是共产党了 怕死就不来上海了 钟队大军 这是个误会 您息怒 听我解释 是小林军吗 是小林军吗 是你在外面吗 你给我进来 东村主任 你找我 好 你刚才一直在外面是吧 很好 你是时刻不忘在我的身边 是司令让我来看看 审讯有什么结果了没有 什么结果你不都听见了吗 这家伙顽固不化 在齐青庄还留有街头暗号 你马上押她过去 我要当面对峙 如果不是真的我就杀了她 是 走吧 快点 张大军 谢谢你 我真不知道小林就站在外边 差点就说漏嘴了 你说漏嘴了 你说漏什么了 董建飞不是白哥 您完全可以信任她 我信任她 你又是谁 共产党在上海 还有一条线 叫四号线 我属于四号线 你不要命了吗 跟我说这些人 出去跟我说 四号线是什么线 是圣经里的迦南 古犹太人在沙漠里遇到天灾人祸 到了走投乌鲁的时候 祝务告诉他们 在东方有一个叫做迦南的地方 那里水草丰盛 牛羊成群 风和日丽 于是他们找到那个地方 获得了重生 这个故事 就在礼兵的玉佩里 您见过 您是四号线的线头 不是 我受线头领导 在司令部里潜伏三年 你的身份 我早就知道 你为什么不跟我联系 东京出事的时候 组织上对你有怀疑 我奉命在这里观察一下 你为什么要抱董建飞 董建飞不是白鸽 我试过他几次 我相信他 这是四号线的意思吗 是我个人的意思 我也向四号线汇报过 嗯 那好 你现在马上去骑行庄 你要悄悄地去 看看那里是什么镜像 是 我明白 中村公早就感觉到 共产党还有一条线在身边 所以他对莫翻译官的出现 并不奇怪 翻译官说出了第二套街头暗影 但中村公 是个生性谨慎的人 不到最后 不会清醒一人 刚才小林在门外 如果董是白鸽 敌人的偷听就是多此一举 他做了决定 要把董建飞救出来 而救他的最好人选 就是端木星 泰君 刚才行讯室的那个电话 是你打过去的 是 我看见小林带着人 在门外偷听 所以就提醒您一下 嗯 你干得不错 泰君 出事了 我的一个手下 在金店赌场 被盈总和云子抓走了 我担心他会扛不住 把银行的事找出来 那我就完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才 他们把人带到梅机关了 梅机关 说 你是谁 这金条是从哪里来的 我看你很眼熟啊 嗯 咱们在哪儿见过 说 是谁指使你的 不用问了 这样问是没有用的 你们不是有狼狗吗 让狼狗来问他吧 放了我 饶了我 爷 现在马上前去替我办件事情 什么事 小林把董建飞 带到齐行庄去了 你去把人给我抢出来 好 然后送到这 是 太军 董建飞是共党的药犯 我把他抢出来 那我头上 可又是大罪一桩啊 我这是在给你指一条生路 懂吗 不懂 请太军明示 银行结案只包不住火 早晚得破 你如果还在这边 吴四宝的下场就是你的前车之间 可是你又投靠了这边 在中国人眼里你就是汉奸 两边你都没有退路 这是你最怕的 太军 银行结案的那批黄金 够你下辈子花下了 拿着 这张特别通行证 你用它随时可以登船去香港 你抢了董建飞 就在共产党那边立了功 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你的一条退路 也是你的生路 忘了时候不走了 你马上过去 莫凡义官已经在那边了 你记住 事情办完了要远走高飞 永远不要再回来 懂吗 懂了 你们听听这生意 他还能坚持多久 这种赌徒 我看他坚持不了多久 他就快找了 来 took 往前 你把小船 听起来 他都帮了 我厉害了 你去找一路 不要再给他 砌头 人家等下 然后再去看看 看看人家 你怎么得到 明白 当军 听音的话音似乎对他有解心的 你看看这个 这是今天上午从东京发过来的 梁子的尸体 这是怎么回事 你说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在他们的爱情没有成熟之前 就强迫他们住在一起 那么他们的爱情还会加什么 你是在说云子 您不相信他 梁子就是武田将军的情人 我当初犯了一个错误 我抓了他又犯了他 他的死和武田将军的秘密 还有这次 中村宫的东京之行都有着绝大的关系 我不希望在女人身上犯第二次错误 将军 您可能错了 云子她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 她是帝国的女人 帝国的女人 那也是女人 女人就逃不过一个亲子 我们走吧 将军 我们去哪儿 去藤田司令那儿 上海的这一切该结束了 是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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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岛军啊 不要守口如瓶了 有什么新闻就说出来 让我们也分享分享 对 说说吧 说说 我和你们干的是相反的行当 你们是揭秘的 而我呢 我是保密的 是是是 世界上哪儿还有守得住的秘密啊 武田一案不就没守住吗 是啊 你们昨天封锁夏普桥 一个普通的车祸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那不是一件普通的车祸 那是有阴谋的 什么阴谋啊 说出来 让我们听听 我怎么会告诉你们这群人哪 告诉了你们 明天早上不就上报纸了吗 我不会说的 真有意思 其实啊 你不说我也知道 这牵扯的一桩 感情出轨啊 什么感情出轨 我听说 颖佐太太和情报局的一个军官 有了私情 在他们优惠的路上 正好撞到了京都警察局的汽车 当然了 这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啊 所以军情局呢 就尽量地掩盖 对不对 叶老先生 你们说什么胡话呢 赢佐将军公务在身 现在人在上海 这事和赢佐太太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怎么能没关系呢 说桥底下还发现了一个女尸 那不是营佐太太是谁啊 我们营佐将军的太太 好好地待在家里 在桥底下发现的女尸啊 是武田的情人梁子 梁子 是谁 那是不肯定的 不是 有了 有了 那有了 是 有了 有了 好 满洲来电 会是什么事 满洲来电 马上帮我扒出去 喝个酒 西里龙夫 于1942年6月 被日本东京警事厅逮捕 一直关到1945年日本投降 后为日共领导人 于1987年去世 报告 进来 主任 这里有一封给您的信 是独卖新闻记者站送来的 说是有要紧事 独卖新闻 主任 有什么事吗 一篇要发出去的新闻稿 要争取我的意见 你看见独卖新了吗 他们刚才出去了 急匆匆的 下市执行任务去了 好了 没什么事了 你去忙你的 是 接到西里龙夫从东京发来的电报 中村公就清除自己的处境 他相信此时腾田和颖佐也都知道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 向一 去新四军根据地 但 耗费日多路途艰险 而宝贵的情报可能在路上当过来 二 留下来 和党取得联系 将情报用电报的方式发出去 这是最快的方法 前一条是生路 中村公会活下来 而后一条是死路 他可能因此而死去 但 他下了决心 以个人的死 来换取千千万万人的生意 中村公决定留下来 领最后的一点时间 与敌人周旋 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是你 中村太军没有来吗 东建飞在里边吗 在里边 还有小林和几个宪兵 东部队长 可你就这么几个人 能行吗 东部队长 要不这样 我是个翻译官 我先进去 稳住他们 然后你再进来 这样应该就万无一失了 就这样了 诶 小心点 准备干活 小林太军 嗯 阿牟 你到这里做什么 是颖佐将军让我来的 他让我给你带句话 嗯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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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凯飞同志 我是来救你的 赶快跟我走 事情进去 好 呃 呃 白哥 呃 救我 呃 呃 白哥 呃 呃 呃 我心裡想不想不想 好 怎么回事 他替我挡了子弹 是他救的我 跟我走 不行 我还要等个人 他不来了 我带你去见他 喂 我是腾田 你说什么 在齐心庄有人劫走了董建飞 向林和莫凡义官也都被打死了 是什么人干的 没优的东西 马上给我查 我要尽快知道 通知腾田司令 是 是 是 你们来得正好 董建飞被人劫走了 小林也被人打死了 我们来到您的办公室之前 就已经听说了 司令 你怎么看这事 我们先把这件事放一下 这封电报 是军部发来的 嗯 军部已经查明 中村夫妇 当年在满洲 没有生育 而是手养的一个中国家庭的男孩 司令 看来我们的猜测是对的 中村公是中国人 难以置信 中村公是个中国人 满了所有的人 竟然爬到了这么高的职位 可笑的是 还是特务机关的首脑 这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 他一百次送上脚架都不围固 他是中国人又能怎么样 他的职位是大日本帝国授予的 因为他的忠诚得到了帝国的肯定 所以才会畏惧要职 也许你说得没错 但是 他为什么要向帝国隐瞒他的身份 他是别有用意 有没有这种可能 老师的身世 他自己也不清楚 是他的养父母 从小就隐瞒着他 而不是他有意隐瞒帝国呢 你说的只是猜测 您的也是 现在不是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司令 我们现在要想想 该怎么办 还要怎么办 马上抓起来 司令说得对 应该立刻逮捕他 把他送回东京 现在不能抓他 你们手里的证据 连我都说服不了 怎么能说服山本大将 我同意云子的意见 他刚从东京回来 肯定得到了 武田的秘密 这个秘密是什么 他知道多少情报 他是否有同伙 还有 这个情报 他是否送出去 这些我们一概不知 可我还坚持应该抓捕他 把他抓回来 你审问一切都清楚了 我跟他相识多年 他是一个 意志坚强又十分狡猾的人 我看根本起不了作用 不认识他 如果他早有防范的话 我们也许会弄巧成拙 那么 你打算怎么做 等 等到他跟白鸽联系 等到他自己说出这一切 我看 他根本还不知道他报道 我们可以顺势而为 对他严密监视 只要发现他有逃跑的迹象 我们就立即抓捕 你打算让我们等多久 不会太久 就这一两天 一切就能见分枪 太军 出了点纰漏 莫凡医官和小林死了 莫凡医官为了救董建飞 他们双方发生了火拼 你们的行动有人看见吗 没有 去的线兵都被打死了 要不然我也不敢来这里 我托你办的事呢 托了 我已经把他送到那个地方了 下来 走 快 快走啊你 快点 快 别来 快走 快 老罗 好战友好兄弟 弄别了 怎么 你想在这就杀害我 没办法 也是奉命行使 不过我会尽量让你死得痛快点 老罗 要不过你死得痛快点 你不想死去 你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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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钱了 你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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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让我痛快点 来吧 不过分吧 装他们什么傻呀 你没吃东西哪来得吃啊 别跟我耍花生 饭是没吃着 可死人肉吃了不少 那黑咕隆咚的 也不知道吃的是哪一味的哪一部分 对 别说了 老龙 我放了你 咱俩就算扯平了 以后别老替你帮过我那些事 卢尔敞发 你个王八蛋 走 现在下令 立刻封锁所有出城道路 只要朱孙公出现立刻逮捕他 如有反抗 格杀无论 我明白了 我马上去布置 把他的行都限定在城里 进行严密监视 不过 司令 不过什么 我非常明白司令的顾虑 这件事事关重大 如果我们一旦走路风生 后果不堪设想 司令的意思是因为考虑我和老师的关系 在这件事情上我应该暂时回避一下 我理解的对吗 那我服从 鱼子 你等一等 我想告诉你们 我是大日本帝国的特工 大日本帝国在我心中至高无上 我对帝国的忠诚 此心可见是没有什么人 什么感情能够替代的 很好 鱼子 如果我让你杀了忠孙公 你会吗 只要我认为该杀的 我一定杀 我需要的不是你认为 我要的是服从 你知道吗 你们的杀 发生了 凯特 这世上 对 是 对 行 行 要是 看得 Stri 您收集老师的证据 跟您离开上海的时候 并没有区别 这一点您应该清楚 嬴左军这次从东京回来 带着军部的特殊使命 他有特殊的权力 那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殷子 这次我从东京回来 你好像换了个人 对帝国的忠诚我没有变 我其他的变化 跟你没有关系吧 住手 给我关出去 妈的 疯婆子你们也敢上 不嫌脏啊 信不信我们给你牵头母猪来 宝贝 出事了 罗长发跑了 怎么回事 刚才在山顶 我跟小子正要干掉的 这小子能把给我装肚子疼 顺着山坡地滚下去了 我追了半天没追上 你怎么也不打个电话过来啊 你闯祸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怎么办 你赶紧都在带人去搜 你要是搜不着我 银子小姐飞一药了你都难得不可 快去 是啊 我走 好 快 我是郑三伯 魂口日经医院 他 他是谁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见佟剑飞 你去魂口的日经医院看一下 说是有个女病人被逼疯了 要我去救她 明白 我马上去 你别忘了 办完事情 你就赶紧离开 我不想再见到你 都不能遭到你 孟三伯 der 有个有声 你是个小狼管 不放下 快去 你敢 你敢 公主 不能让他们见面 我明白了 这个女人不能用了 问题在于 云子说的是对的 我们至今手上也没有掌握 指中村公园死地的证据 他实在是太狡猾了 至于云子 他实在是太狡猾了 倒是让我放心了 他不像是一个 为了丈夫民不平的家庭妇女 而是一个办事认真的情报人员 帝国之花身上的那股劲 他已经叙事待发了 司令 我看可以继续搞诈他 这个女人的心在哪边 根本无法确定 我们看不透他 他自己估计也不清楚 我们看不透他 那是什么事 这个女人的心大 他也没有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